环球网报道,9秒就被骗了245万,打了视频确认是俗人 该文转自何泽公安,眼见的不一定为时,怎么办? 此前10分钟AI换脸骗了430万,这次骗了245万 4月27日,何先生的微信好友突然向他发起视频通话 电话接通后,何先生看到好友正在一间会议室内 他在准备进一步询问时,好友直接挂断了电话 并表示在会议中有重要事情要交代 需要何先生添加QQ沟通 随后好友在QQ上告诉何先生,目前一个项目招标需要周转资金 希望何先生帮忙垫付,因为打了视频电话 确认的是俗人,我也没多想就转账了 转完账以后呢,事后拨对方的电话才知道被骗 迅速报警 接警后,安庆经开公安分局立刻跟进 第一时间对涉案账户资金流信息流进行查询追踪 4月28日,专家,专案民警在北京抓获了三名涉嫌 涉嫌嫌疑人 5月22日,追回了132万 剩余的还在追脚之中 现在AI换脸太厉害了 剩下的能不能摧毁也不好说